好,面对这几天呢,台东县的疫情是逐渐的升温 京风乡公所考量民众的健康安全 近日是公告防疫措施 像是嘉兰的安息园新兴纳古塔 从即日起一直到4月5号是不开放入内祭拜 以及校园到4月10号也不对外开放 现在民众到乡公所洽工 还有游客到乡内的景点 也都必须落实实名制以及量测体温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面对台东县疫情逐渐升温 京风乡公所考量乡亲健康安全 近日公告防疫措施 像是嘉兰安息园新兴纳古塔 从即日起一直到4月5日不开放入内祭拜 除了亡者入塔或搬迁骨灰除外 乡亲全面在室外祭拜 另外配合县福防疫规定 因此乡内各级学校从即日起至4月10日 也不开放入内 而民众若要前往乡公所洽工 只能在一楼大厅受理申请案件 并落实实名制及量测体温 接着4月即将迎接4天清明廉价 乡内各景点游客中心也将会涌入游客 对此经游相公所也公告 若游客要进入景点游玩 务必落实实名制量测体温 若有发烧者不得进入 为了保障彼此健康 请游客与相亲多加配合 就讲解静风相报道